嗨,大家好,欢迎收看科技湖 一说到中国高铁,很多国家都会竖起大拇指连连称赞 无论是设备、技术还是创新 中国高铁的实力那都是杠杠的 而现在,中国高铁又迎来了新的辉煌 将进入一个新的时代 科技改变生活,这里是科技湖 近日,由中国通号自主研发的 全球首套时速350公里高铁自动驾驶系统 顺利通过中国铁路总公司试用评审 顺利通过了现场试验 将正式进入精神课专载课运行的现场试用阶段 为交通建设提供科技助力 高铁自动驾驶技术 是在我国既有时速350公里列车 运行控制技术基础上 增加列车自动驾驶功能的行业前端技术 一方面满足了高铁技术的发展需求 另一方面 确立了我国高铁整体技术的国际地位 在这之前 时速300到350公里高铁列车自动驾驶技术 在世界上上述空白 也就是说 我国率先弥补了这一块空白区域 当高铁处于自动驾驶模式时 高铁列车能够实现 车站自动发车 区间自动运行 车站自动停车 车门自动开门 车门站台门联动控制的自动控制功能 司机不再直接实施驾驶 仅作为应急执手备份 自动驾驶系统和司机实现双套融鱼双保险 确保高铁安全高效运营 高铁自动驾驶并不是无人驾驶 而是和司机一起驾驶 并不意味着部分司机要面临下岗 时速350公里高铁列车自动驾驶 是全球首创 意味着中国高铁技术又上了一个台阶 还能说什么 只能竖起我的大拇指 给中国高铁点赞了 最后 你是不是觉得自己手机声音越用越小呢 在科技湖的微信公众号发送音波 点击播放完之后 手机声音就会变大了 因为这个黑科技音波的低频震动 能把扬声器里面的灰尘震出来 希望对你有用啊 感谢观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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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感谢观看